中国维权律师王宇7月9日被失踪之后 接连有近百名维权人士遭公安逮捕约台 网路上流传多名还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维权人士 对外的公开声明 不法有写给家人的家书 而与女律师王胜生发布声明 交代三项请托 还要人们坚持不做奴隶令人动容 中国各地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 北京市近日发出高温预报 机阳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中国华北 黄淮 江淮西部 江亥 江南中西部 华南及重庆 陕西关中等地 将出现摄氏35到37度高温 部分地区高温上看40度 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严重 经常因死于意外伤害或遭性侵 广东省过去三年就有超过2500名女童被性侵 北戴河会议前夕 习近平阵营与江泽民集团 在股灾 郭波雄案等事件上博弈更为激烈 就在此时 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 经现下一个大老虎是江泽民等相关信息 而大陆360好搜网搜索 也出现速将大潮等信息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そ hello for that 前准备 Premier 我们下发现 我们前准备 感谢观看